俄罗斯两架图160轰炸机飞越北极上空 敏感时刻提醒西方国家装载核武的战机随时都能升空 而在乌克兰战场 俄罗斯国防部释出画面 看到树林大爆炸 号称摧毁乌军部队和武器库 狂轰滥炸不只炸到乌克兰人 还有俄罗斯人 CNN在乌军部队里找到一位来自俄罗斯的男子 他曾经是俄军一份子 但在2014年不满普钦辉军克里米亚 叛逃加入乌克兰阵营 不料今年开战不久 他在基辅作战时被俄军坦克击中 缺身上下都是伤 当时闪过第一个念头 如果被俄军抓走绝对死路一条 说什么也不想落入俄军手中 不过美国白宫警告 俄罗斯正准备并吞乌克兰国土 根据美国情资 俄罗斯已经在许多占领区扶植亲俄政府 接下来可能举办假公投加入俄罗斯 特别点名扎波罗热 赫尔松 卢干斯克和顿内刺客 这些地区恐怕在9月 配合俄罗斯地方选举就会被并吞 另外科比也预告 美国白宫接下来几天就会宣布 第16波对乌军的新援助计划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赶紧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